更换HP DeskJate 2700和DeskJate Plus 4100印表机的墨水夹。 提醒,您应该将墨水量过少或没有墨水的墨水夹随时更换成新的原厂HP墨水夹。 首先,开启印表机电源。 然后,开启墨水夹存取挡门。 墨水夹拖架会自动移到印表机的中央。 等到印表机停止不动,而且不再发出声音再继续。 轻轻按下右侧插槽上的黑色墨水夹将其释放,然后拉出黑色墨水夹。 将新的黑色墨水夹从包装中取出,然后使用拉取封条轻轻地撕下塑胶胶带。 注意,请勿触碰同色接点或墨水喷嘴。 处理这些部位可能会导致喷嘴堵塞、墨水故障和电子触点接触不良。 握住黑色墨水夹两侧,使喷嘴朝向印表机。 小心地将其插入右侧插槽。 墨水夹需要以稍微向上的角度插入,将其压入,然后向上推墨水夹,直到卡入定位为止。 对左侧托架插槽中的三色墨水夹重复相同的程序。 完成后,关闭墨水夹存取挡门。 列印校正液可让印表机校正、墨水夹并提供最佳列印品质。 此程序十分实用。 首先,在静止夹中放入新的Letter或A4大小原厂HP纸张。 然后,执行HP Smart应用程式。 依序选取印表机设定、列印品质工具和校正列印头。 在对话方块中,选取列印校正页。 随即列印校正页。 现在,依照画面上的指示校正墨水夹。 按一下YouTube上的播放清单锁影标签,可找到其他语言的HP视讯。 然后搜寻我们的频道,以找到官方HP支援视讯。